第三个问题 法轮功里面讲的 法轮跟我们佛教里讲的法轮长转是不是一样的 中国定法轮功为邪教 我们新加坡也有一些人在练这个功法 怎么区分是不是邪教 如果不是邪教 我们念佛人可以练吗 法轮功是不是邪教就要看他怎么说法 他说那个法轮按在肚脐上 这个是邪教 这是佛法里都没有的 佛法里没有的 佛法里面讲的法轮是比喻 不是真正有个能在你肚脐上 或者在你头顶上 那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 佛家讲法轮呢 是比喻讲经说法 弘法立身 把说法比喻 轮的意思是轮永远在转 永远不停 这个意思是佛 释迦牟尼佛在诗就做出榜样 四十九年天天为众生讲经说法 不停止 佛教导学生 后世的学生 也应当以佛为榜样 效法佛陀 教化众生的精神 这就好像现在商场里面的商标一样 外国人叫马克 佛家就用这个来做代表 他用个轮 轮的意思很深 代表空有般 取这个意思 能是云 云心是空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心要清净 不能有一个妄念 决定不能有妄想分别执着 心要空 这个圆周呢 是代表身 身要动 身要活动 所以活就要动 不动不就死了吗 你们想想对不对 活就要动 所以一切讲活动 身要动 心要进 这个是法文的意思 心要进 心要空 身要动 身要为一切众生服务 要能够学习为人 这是佛教法轮的意思 绝对不是法轮功所说的 法轮功是窃取 佛教的名词 里面讲法 做法 完全都错了 国家既然定它是邪教 那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佛在 《凡网经》里面 教导我们大家 有两条 第一个 不做过贼 不做卖过贼 第二个 不犯过贼 不能毁谤 国家的领导人 佛在《阴乐界经》里面 这个《阴乐经》是在家菩萨界 也有年居教训 第一个 第一个是 不漏过税 国家规定的纳税 我们一定要尽义务 不可以逃税 第二个是 不犯国制 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 决定不违犯国家的法律 这是佛律 在出家在家菩萨界经里面 给我们的教诲 国家定他是邪教 我们还要去跟他学 我们已经犯了佛的禁忆 那么你真正要想练功练身体的话 佛法里面 拜佛是最好的练功 拜佛真正就是法人常传 拜佛的时候 心地真诚 心地清心 清净心 身体每一个部位 依照仪归的动作去做 这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所以有一些修行人 他专门拜佛 一天拜三千拜 那就是 真正是佛家里面讲的 那修法论功了 心地清净 身体柔软 通常我们一般同修 如果能有时间 最好每一天能够拜三百拜 这是很平常的 早晨拜三百拜 晚上拜三百拜 中午吃过饭之后 精心 散步 念佛 像我们叫绕佛 绕佛绕半个小时 你再开始去拜佛 拜一百拜 你能够这样继续不断 一年 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身体都软了 所以这在养生之道里面 是很好的方法